国民党军无大主力之中,新义军的父王最具卑戒意义,其余四肢都亡于战斗,唯独新义军是亡于自身,对新义军创建发展有着重要贡献的曾任军长孙立仁。 晚年,每每提起新义军的败往,莫不扼腕叹息,尤其是新义军末期遭遇的种种内部不公,最令人痛心疾受。 孙立仁是新义军老底子新38师的首任师长,从这个源头追溯,孙立仁算得上是新义军灵魂人物。 孙立仁生于1900年12月8号,这位日后扬名中外的将军,最大的标签是非黄浦系。 孙立仁自幼天赋出众,1921年靠入清华大学,后来赴美国留学,念及当时中国军力疲弱,所以申请到美国弗吉尼亚军校求学。 从此开始了漫长的军力生涯,学成后又到欧洲游历,在欧洲强国英德法等国考察军事。 这段为期五年的西洋留学游历生活,给孙立仁烙下浓重的西方色彩,诸如崇尚个人英雄主义,自由主义,反对封建独裁专制等等,与同时期黄浦军校培养出的战将们,截然不同。 这很难说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孙立仁后来带兵治军的卓业成绩, 与其独具一格的西式方法不无关联,但在讲究派系为上的国民党将领中又显得过于另类。 孙立仁回国后打仗打得顺风顺水,与同僚上司的关系越来越畅,似乎也是其为人处事风格埋下了祸根。 1932年,孙立仁在宋子文创建的私人军队《税警》总团中担任团长,随即随军至上海参加128抗战。 堂堂西洋军校高材生,军事生涯起点居然从私人军队开始。 说来有些吊诡,《税警》总团起初并非国民党军正式编制中的部队,而是由时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一手创建起来的,非正式武装。 由于宋子文不从国库中支取军费,而是从每年偿还八国银行团的欠款的经费中挤住一部分,用于发放军饷,购置武器。 宋子文是典型的亲美派,其形式风格也有浓重的欧美色彩,故而招揽税警团军官也多属意于流氧者。 随利人就是宋子文可以招入的高端军事人才。 税警团后来规模越来越大,兵力既多,武器也十分精良,不亚于国民党正规军的一流主力。 宋子文一度拥兵自雄,1932年128事变爆发,宋子文主张对日采取强硬政策, 私自命令税警团从江苏一带开往北方,意图在华北与日军全面开战。 蒋介石当时正在全力进攻江西苏区,闻之此事大惊失所,恐怕宋子文借机制造内部分裂。 于是,严令税警团不得北上,一边一族不得出江苏。 宋子文到南昌面见蒋介石,蒋介石不顾其大舅哥的身份,恼怒地打了他一耳光。 宋子文引之为奇耻大辱,当即提出辞职。 蒋介石随水推舟,以出国考察名义,撵走了宋子文。 税警团宙师首领,进退失聚,不久便被蒋介石强领并入国民党中央军序列。 税警团的一部分部队整并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38师,孙立仁任该师师长。 1942年4月,孙立仁率38师远征缅甸,4月19日,仁安枪一战, 新一38师痛击日军,救出英军,捷豹,轰船,国内外。 孙立仁声名居起,成为外国人眼中英勇无比的中国将领代表。 孙立仁在欧美习惯了高调,个性,大名骤起之后,不知低调谦虚, 而是来者不惧,受之欣然,很快引起远征军同僚降座的不满。 1942年5月,中国远征军战事不利, 杜玉明奉蒋介石之令,无论如何要把军队全部撤回国内。 但当时士军切断了缅甸通往中国的大陆,远征军无路可走, 杜玉明率军败走缅北原始森林, 孙立仁拒不执行这条自寻死路的命令,向西退入印度。 这次抗命事件令蒋介石大为光火, 但由于有史迪威撑腰,以及英国人不断扇阴风, 孙立仁被塑造成绝境中的英雄。 孙立仁表面风光的同时, 与蒋介石及一众黄埔将帅的嫌隙越来越大。 蒋介石毕竟是统帅,对孙立仁内心有看法, 但意识没有表示出来,毕竟他手下还掌握着一只精锐之师, 眼下最紧要的问题是加强对这支远在印度的部队控制。 1942年12月,蒋介石从国内征召了部分兵力, 送到印度远征军充实军力, 并以新38师新22师为基杆, 将旧印远征军统编为陆军新编第一军。 军长先是邱清泉, 蒋介石怕邱清泉的暴脾气和史迪威等相处不好, 改派郑洞国任军长。 这个整编行动若是在国内, 兴许就不会有后来孙立仁的坎坷, 偏偏是在天高皇帝远的印度, 结果产生一系列草蛇挥陷, 浮沿千里的矛盾。 新22师原是第五军下属部队, 该军军官都是黄埔系将领, 如军长杜玉明、邱清泉, 将新22师改立新一军, 与刘美派孙立仁合并为一个军。 新22师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不舒服, 毕竟两个师战绩差相仿佛, 谁也不比谁差, 以谁为主都不好, 但一个新成立的军总要有一个激干师, 顶门立护, 就像一个家不能有两个长子一样。 为什么说如果在国内不会有这种麻烦呢? 在国内, 蒋介石可以严加控制, 可以不断派入黄埔系将领加强控制。 孙立仁当时才是使长, 还没有养成望自尊大的骄傲脾气, 在国军一众大郎面前, 早晚会被押服。 新38师, 新22师反攻缅北, 战绩仍然不相上下, 或许蒋介石也察觉到新一军内部不合, 于是将新22师抽出, 以其为骨干, 另行扩编为陆军新编地六军, 此事发生在1944年。 这样, 远征军分为两个系统, 远新一军由孙立仁接掌军长之职, 新六军则由新22师师长廖耀香升任。 抗战胜利之后, 新一军、 新六军相继开往东北战场, 充当蒋介石抢夺胜利古时的急先锋, 新一军、 新六军都是全美械部队, 武器非常精良, 士兵战斗素质好, 战斗力十分强悍, 反观当时的东北我军, 由于部队系统杂乱, 武器装备落后, 战术战法不成规, 总兵力也不多, 在国民党军几大精锐主力的进攻下, 连连败退。 1946年3月下旬, 新一军攻占铁岭, 随后开赴重镇四平, 与七十一军协同进攻该城。 这是第一次四平之战, 双方都志在必得, 林彪奉中央之令死守四平, 起初国军进攻不是很顺利, 尤其是新一军, 由于军长孙立仁因是出国在不在位, 虽有代军长甲幼会指挥, 但却显得指挥不力, 进攻起来没有那么顺畅。 蒋介石眼见局势胶着, 吉艳孙立仁迅速归队, 孙立仁赶回后立即召集各师长开会, 一则统一思想, 二则研究战法, 其实并不需要研究什么战法, 战场厮杀基本规于大家都懂, 有时打不开局面, 欠缺的其实就是一股气, 孙立仁归队后带给新一军最大的变化, 就是全军上下士气大震, 处处洋溢着军长回来了的习庆盖, 在缅甸战必胜, 攻必取的信心又回来了, 尤其是新三十八师对老师长孙立仁的依赖感最强, 此时主将正位, 犹如狂饮超计量兴奋剂, 打起来似乎变了一个部队, 进攻吸力凶猛无比, 又战半月, 我军守城部队越来越艰难, 眼看敌人兵力越来越多, 又掐断我军退路之势, 林彪请示中央后果断撤出四平, 四平一战对国共双方统帅部都带来极大震撼, 我军方面主要震撼的是新一军久而迷强的战斗力, 第一次四平之战持续33天, 敌人战斗力爆发期, 居然是在后半段, 从一般军事规律而言, 任何一支部队都是越战越疲, 越打越累, 越打越没有思路, 战斗力巅峰期不会超过十天半月, 这是人的生理规律决定的, 我军靠着严明的纪律和严格的训练, 能够多少打破这样的规律, 但也不会超出多少, 眼前置之国军部队居然能大大超越规律, 作战潜力如此深厚, 实在令人发指, 这种潜力并非来自于精明的美械装备, 乃在于敌将治军有方法, 部队有抵御, 这才是新一军最可怕的地方。 中央致电林彪, 此种部队对我来说乃是心腹大患, 一定要想方设法, 集中优势兵力皆灭之。 对国军的震撼则在于孙力仁对新一军强大的感召力, 国军猛将比比皆有, 甚至比孙力仁更骁勇善战者, 也不乏其人。 但能对一支军队有如此精神力量的, 蒋介石自存战下驻将中含有其比。 这种战将对提升战斗力固然是好的, 但无形中触碰了蒋介石另一层机会, 将军控制军队。 蒋介石靠军队起家, 对军队的控制权格外敏感, 绝不能容忍非嫡系将领染指军队控制权, 这是底线, 绝不能妥协。 若不是当时正处于用人之际, 孙力仁也没有什么明显的违令举动, 蒋介石说不定立石就将其拿下。 大战四平后, 孙力仁的新一军又在进攻长春, 德会战斗中大出风头, 尤其是德会战斗, 新一军第五十师以七千只重死守, 东野以四个式的优势兵力为功, 既然打成僵持局面, 我军伤亡极大而无法突破城防。 此战势力主要原因在于, 我军战役指挥员轻视新一军的战术素养, 采取了四面围攻的战法, 结果处处攻而处处攻不动。 八十门大炮平均分配, 总体火力不弱, 分散到各个攻击正面却显得不足, 正好被五十师的环形防御能攻势克制。 这是新一军当年在缅甸向美军和英军学来的先进战法, 专门应付四面围攻之法, 分散敌之火力, 我军稳锁未稳, 是以大炮猛轰只赚了个场面好看。 炮击后步兵发起冲锋, 敌人能够迅速组织抵抗, 步兵清武器层面, 我军武器更不是五十师没谢的对手, 冲锋时遭遇重大杀伤, 敌五十师师长潘玉坤吹嘘, 共军以人海战术进攻, 我则以火海战术对付, 最终是火海战术赢了人海战术。 杜玉均向南京暴劫, 胡吹大气地说, 德会战斗消灭共军十万, 重创林彪之主力, 蒋介石大为兴奋, 表扬新一军功绩, 为五十师主力团, 一百四十九团赐名为中正团。 其后孙立仁立功新界, 要求杜玉均迅速出兵进攻松花江一线, 直逼东北我军的最后大本营哈尔滨, 新一军君卿位之胜, 一时无聊, 然而先者有云, 日中则则, 月满则亏, 在一起开始走下坡路之时, 孙立仁很快因为其高调与自大, 开始遭到敌我双方的连环痛击, 国军内部对孙立仁敌最大的, 非杜玉均莫属, 两人嫌隙始于缅甸战场, 孙立仁公然抵抗杜玉均, 经缅北回国的命令, 镜子撤入印度, 杜玉均虽然性格稍嫌软弱, 没有当面发作, 但这笔仗从此记下了, 第一次四平之战, 满心军作为主攻部队, 遭受较大伤亡, 战后孙立仁本想让部队休整一段时间, 毕竟连续作战33天, 枪炮不需要休息, 人却是血肉之躯, 需要缓一缓, 杜玉均急于拿下重镇长春, 以尽快掌握东北大局, 孙立仁再次公然抗命, 认为此事不宜过己, 需要考虑部队的实际, 连续作战容易伤了元气, 杜玉均不同意, 执意要孙立仁进兵, 两人争吵, 各不相下, 其实杜玉均也并非短视躁进之人, 孙立仁表面上坚持说部队需要休整, 其实另有心机, 原来杜玉均命令新一军, 新一军, 七十一军同时向长春进军, 宣布谁先打进长春, 奖励东北流通券一百万元, 这是一笔不小的经费, 各军都非常想要, 但当时新一军部署位置最靠近长春城, 进水楼台, 新一军势必能拿下这笔钱, 孙立仁带新一军离长春较远, 因此向借口修正, 暗中向北移动, 以缩短范围, 杜玉明因此强令新一军不得迟管, 必须速速进兵, 孙立仁借口驻地附近尚有共军活动, 坚决暗兵不动, 两人大吵一顿, 东北保安副司令郑洞国仗着 曾任新一军老军长的资格, 耐着性子从中说何, 不料孙立仁仍不为所动, 并当面指责杜玉明有私心, 存心让黄埔器的料药箱争手工, 杜玉明气得说不出话来, 最后语气严厉地丢下一道命令, 命你迅速出兵, 若再违抗, 所有后果, 同由你负责, 杜玉明乃是军中高人, 也有一套至交兵汉将的办法, 下完命令之后, 越过孙立仁直接命令新一军武士师, 令其就近接受新柳军临时指挥, 向长春城攻击前进, 孙立仁胳膊扭不过大腿, 样样而去, 杜玉明随后的一封电报打到南京, 向蒋介石告状, 蒋介石递来偏袒黄埔系将领, 内外之际从来都分得境外分明, 蒋介石大骂一句, 娘嬉皮, 党者侍从侍穆良们的面发了通火, 指责这个孙立仁一贯互恶不俊, 不是自己人, 有人未免会问, 国军将领抗命不尊得多了去了, 蒋介石也不是气凉狭小之人, 怎么就容不下孙立仁? 其实孙立仁惹蒋迟非一次抗命这么简单, 处得太过, 早在1942年撤入印度之时, 远征军天高黄队远, 蒋介石够不脚本就有些担心, 偏偏远征军又直接处于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 史迪威领导之下, 史迪威和蒋介石的矛盾人所共知, 表面你我俩相好, 背地里互骂妈妈批, 史迪威为了强加对远征军的控制, 提出从美国本土运来300名军官, 在新38师新22师中任营以上主官, 消息传到重庆, 蒋介石气得暴跳如雷, 怀疑是不是孙立仁捣鬼, 和史迪威暗中串联, 虽然事后查明并无此事, 孙立仁在大戒上坚持得很好, 但毕竟至身暴雨之似多少带些臭味, 蒋介石心里仍然对孙立仁存了些芥笛, 孙立仁是个直性人, 不像杜玉明那样肯丢下军人气节, 没有及时给蒋介石表忠心, 一来二去疙瘩就慢慢的越解越大, 这是一件事, 后来还有一件事更让蒋介石生气, 1945年5月, 孙立仁突然接到盟军总帅艾森豪威尔的邀请, 到欧洲战场参观对德作战, 这一邀请越过了蒋介石, 令蒋介石十分不悦, 孙立仁起程前专门赶回重庆向蒋介石辞行, 蒋介石生气的说, 为什么他们邀请你而不邀请我, 若孙立仁是个善于伏地做小的人, 马上诚恳的自我贬义一下, 说几句拍马屁的话, 说不定这个坎就过去了, 奈何孙立仁光明正大, 并没有说出什么言语, 蒋介石愈发生机, 到欧洲考察时, 英王乔治六世感谢孙立仁, 仁安将战役解救英军之恩, 授予孙立仁英帝国司令勋章, 期间巴顿蒙克玛丽等盟军将帅纷纷与孙立仁会面, 一时间孙立仁成为中国最有名气的将领, 风头盖过所有黄浦将领, 杜宇明廖耀香等人甚感不平, 蒋介石把这笔账又算到孙立仁头上, 所以当长春抗命事件爆发之时, 蒋介石的怒火瞬间爆发出来, 若非顾及美国人的态度, 蒋介石很可能将孙立仁一废了之, 可怜孙立仁此时仍自视抗战功臣之名, 魂不知当头以冷罩上巨大的阴云, 1947年3月, 德会战斗的胜利令孙立仁兴莫名, 孙立仁请求帅兵, 穷追林彪渡过松花江, 直取哈尔滨, 杜宇明头脑还是很清醒的, 认为过松花江后, 补给线拉长, 对几方不利, 且共军未受到多大创伤, 从前来去自如, 保持充分机动性便可推之, 如果贸然进攻哈尔滨, 说不定会中了林彪的回马枪, 因此严令各部, 不得追击, 孙立仁认为杜宇明又是故意便一心一军, 于是不顾大局地跑到南京, 当面向蒋介石告状, 蒋介石对这种越籍告状的行为很是不满, 但又不好处置孙立仁, 怕美国人有意见, 影响到美元, 蒋介石于是玩了一手音道, 发布命令, 提升孙立仁为东北保安副司令, 成为杜宇明的副手, 由元熙武时实施长潘玉坤接任新一军军长, 孙立仁莫等口呆, 蒋介石这是名声暗将, 变相剥夺了他对新一军的控制, 可是你又能说什么, 还能再靠命不遵吗? 老蒋的刀, 关键时刻可是敢杀人道, 孙立仁无法, 只好离开了新一军。 1947年, 蒋介石一不做二不休, 把孙立仁调离东北, 令其到台湾奉山练兵, 彻底拔除新一军不听指挥的根基, 稍后, 陈诚赴东北总管, 东北军政, 在蒋介石受益下, 陈诚下令将新一军重新编组, 抽出老底子部队, 新38师, 以其为骨干, 另行组建新七军, 令将暂编53师, 转入新一军。 这一重大变化, 严重打断了新一军恢复战斗力的进程, 其实新一军虽然屡错东野, 摸准了新一军的特点, 从不与其主力正面死拼, 而是针对杜玉明分兵进攻的部署, 专门寻找孤立, 分散的国军部队, 以师团级部队为目标, 一点一点零敲碎打。 例如发生在1947年2月的成子街战斗, 新一军38师, 89团分散驻兽于成子街, 与左右友邻部队相聚较远, 林彪派六纵迅速将其包围, 随后又令炮纵司令朱锐, 亲自带两个炮团, 新38师历来骄横, 不把东野部队放在眼里, 尤其是鄙视东野的火力, 谁知这次林彪距禁很大, 以方面军级别的调度能力, 集中东野最强大的火力一顿猛轰, 把89团打懵了, 战斗不到24小时, 89团被拳坚于成子街, 这是东北国军头等主力, 第一次被彻底干净的拳坚, 而且我方损失远远小于敌军, 司令人感到共军部队很不好对付, 相比打仗略显呆板的日军, 中共将领战略大局观极为开阔, 战术层面也十分讲究, 前期打得粗糙, 但每打一仗都有改观, 进步十分神速, 司令人对东北武军部队做了很多研究, 据1946年11月, 武军在南满战斗缴获的一份 对匪作战经验与教训, 国民党方面总结武军七条优点, 一,攻击时不惜任何心声, 二,善于夜战, 三,善于利用民间人力物理, 四,情报灵活, 多能利用民众潜入我方刺探军警, 五,普及于民, 自重较少, 行动较轻, 六,军中政治工作效能良好, 战斗时指挥机关在部队之后独战, 七,企图与行动秘密, 这不能说全是孙力人的总结, 但应当与新一军的作战经验不无关系, 孙力人得出的最大教训, 应当是分散用兵对己不利, 一点认识多余明其实也有, 若是认真汲取经验教训, 东北国军应当能够继续扩大军事上的优势, 然而, 鬼使神差的是, 孙力人被调走后不久, 多余明因肾脏救兵发作, 也离开东北, 最熟悉东北情况的将帅都走了, 陈诚到东北后一通瞎指挥, 仍不改分散用兵, 主动出击的套路, 结果越打越糟, 各部都陷入林彪分割歼灭的套路之中, 新换了军长新一军, 精神为敏不振, 完全不知道怎么应付共军的战法, 到1947年5月, 新一军各个师都挨了打, 据中共东北局5月会议的报告称, 新一军各个师都被我军揭灭过一个整团, 新一军困于内部缠沙子, 搞肢解, 老底子38师被抽走, 假之老军长孙力人被调走, 精神上慢慢垮了, 白玉坤以次等师师长为军长, 并不能允服人望, 提侦士气, 以致新一军慢慢沉沦, 与一般国军部队没有什么两样了, 1948年10月, 潘玉坤率新一军立于廖药乡兵团序列, 黑山祖籍战中, 插了沙子的新一军与新六军被东野包围, 左冲右突无法突围, 后来军部被解放军意外抓住, 新一军迅速溃败, 这支昔日抱垂日军无往而不利的王牌军, 以一种屈辱的方式, 结束了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 新一军联婚人无孙力人, 后来台湾的日子也并不是很好过, 因为一场目须有的编辩案, 孙力人被幽禁起来, 最后一冠就是33年, 直到1988年1月小蒋去世, 当局才解除了对孙力人的幽禁, 已是摔手残年的孙力人, 回忆生荣马生涯, 仍然对当年新一军的命运耿耿于怀, 寻其原因关键点就在于, 蒋介石对自己态度的变化, 一旦蒋介石骂出那句娘嬉痞, 蒋心中的那本生死不少, 其实已经勾了孙力人和新一军的名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